大家好,今天买了5块钱的豆片,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饭店的招牌菜,保证你学会了,全家都爱吃,天天吃都吃不捏,不炒不炖也不油炸,做法非常的简单,豆片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,这样咱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入味。 豆片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城户,也有的地方叫做干豆腐,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城户,大家你们都知道吗? 豆片切丝以后,咱们再切些大葱,同样是切丝,大葱和豆片一起也有提味,遮掩豆腥味的效果,家里如果调节好的朋友还可以再准备一些肉丝,会更香。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,放适量盐,跟着把切好的豆丝下锅,焯水一分钟,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腥味的同时,还能提前给豆丝入个底味。 而且焯水以后的豆丝,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的鲜嫩又好吃。 控水给它捞出来,放一旁备用。 好了,接下来咱们起锅,倒油。 油热后放葱花还有蒜片爆香。 爆香的过程放适量蚝油提鲜。 爆香以后再倒入开水,大约两碗的量。 调味也很简单,盐一勺,排骨精一勺,生抽适量。 然后我们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给它煮开以后,放入豆丝。 豆丝下锅以后咱们再用筷子扒了开,大点摊,豆丝才能更好吃。 期间咱们可以往里面放一些花椒粉,提味又增香,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不放。 盖上盖子,煮两分钟。 等三分钟以后,现在锅里面的汤汁也剩得差不多了。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芡。 做这道菜,大点摊,大点芡才好吃。 勾芡的时候,葱丝也放进来。 一般分三次左右勾芡,把锅里面的汤汁勾至浓稠。 裹在豆丝上就可以了。 我们在淋出锅的时候,再放点香油或者调料油啥的,再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豆丝这样做,真的是特简单,特香,特下饭。 只要会煮开水就会做。 真的是特别的入味,口感特别的滑嫩,鲜香。 豆丝也是特别的入味又好吃。 配米饭,大饼,馒头也都特别的香。 好了,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同时别忘记点赞,转发,留言哦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式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